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意志銀行做了一個相當有趣的民意調查 關於到底美國人會不會再買中國製造的貨品 以及中國人會不會再買美國製造的貨品 先說說美國人 根據他們的調查顯示 有41%的美國人表示 不願意再購買中國製造的商品 最主要因素肯定是跟全球大流行疫情爆發後 美國人普遍對於中國的態度和觀感是變差有關 另一份民調是由Pure Research Center來做 他們針對32個國家訪問當地民眾 到底對於中國的觀感是正面還是負面 在美國的調查結果就是這樣 有6%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觀感都是負面 只有2%美國人對於中國是有好感 難怪有那麼多人都說不再買中國製造的貨品 其次的原因是 肯定是跟中國製造的貨品質素 參差與差略有關 自從今年2月開始 中國的外貿訂單大幅暴跌 但是針對某一類型的貨品需求急劇上升 這就是個人防護裝備 中國海關總署公佈了數據 自從今年3月1日至5月16日期間 中國是總共驗放出口的個人防護裝備物資 價值1344億元人民幣 其中口罩有509億隻 另外 防護服裝2.16億 護目鏡8103萬副 檢測試劑1.62億 紅外線的差溫儀2643萬個 外科手套10.4億兌 以及呼吸機72,700部 說有那麼多防護裝備出口 難怪中國在這方面賺大錢 不過質素屢存不合格 而且當這些物資 雲底到當地 你送給人用就好地地 送給人沒得出聲 你送給他就算扔掉他或者不用 但人家真金白銀買的時候 竟然那些買手聯絡中國的廠商 永遠的售後服務極其差劣 總之有錯就一定別人坐 中國就肯定沒有錯 肯定就是你沒有按照說明書來使用 或者使用的人並非專業人士 所以搞錯了程序 至於口罩有什麼程序可言 那些口罩又不願意退貨 反正這些叫做財道光棍手 就一去沒有回頭 後來又要增加對於國內的防護裝備物資 出口條件 那樣 但是能否挽回得到國際社會的信心呢 在較早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指控中國 說中國曾經向世衛組織施壓 要求世衛延遲發出全球大流行的警示 好讓中國可以在這段期間 向全球搜刮這些個人防護裝備的物資 團積起來 所以使到全球大流行真正出現的時候 中國就可以展開醫療外交 這個說法到底是不是屬實 當然最好就是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查 在之前 有一份的期刊叫做外交政策 他正正披露了中國是有這封信件 是發過給世衛組織總案事譚德塞的 這個不多不少都會影響到美國人對於中國製造貨品的觀感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會有四成一人那麼多 不再買你的貨品 事出就必有因 另外 特朗普也曾經說過 說要加快美資企業撤出中國的速度 不單只是美資的廠房 而是說 這個廠房背後整條的產業鏈 整條的供應鏈都要走 所以蘋果就已經是新鮮事實響應了 不單只是蘋果 連台積電都說要去美國的阿利桑拿州那裡撤廠 其實特朗普的意思就是 就算你整條供應鏈不能夠全部回到美國也好 起碼你都要撤出中國 最好當然回到美國 根本上特朗普這個舉動就是反全球化的 但是這個也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他就是想提振中興美國的工業和製造業 以及收窄對華的貿易易差 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每一年的貿易易差仍然有三千多億美元 那怎樣去縮減這個貿易赤字呢 唯有把中國製造的貨品搬回到美國那裏做 物價是不是會上升呢 成本都會上升 但是來說 升來升去 請的都是美國人 如果你整條供應鏈都在美國那裏做 基本上 就可以縮減了貿易赤字 他只是想做到這件事 所謂肥水不留別人田 德意志銀行現在做的這個民調 正好反映得出 美國人都很想配合特朗普這個做法 因為他們說不想再購買中國製造的貨品 那買什麼貨品 當然唯有買美國製造的優質貨品 好了 至於中國方面又怎樣 說有三成半的中國人 就不想再購買美國製造的貨品 這個就是好笑 首先我就不知道這個調查是怎樣做的 中國可以做民調的還是怎樣 翻牆來按問卷 我不知道他怎樣做 首先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我對於中國這件事 沒什麼信心 因為 中國太多人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如果大家記得2005年的時候 當時中國掀起了一個熱潮 就是要罷馬日課 當時很多中國人都表達出那種豪情壯志 甚至乎走上街頭那一座遊行 又唱國歌 舉國旗 但是整壇到最後就好像不了了之 無疾而終 當官方一說要收的時候 全部就沒有了 而且 自從當年開始 中國前往日本的旅客數字 年年都上升 創新高 根本上就是決心不足 那怎樣罷馬日課 現在又說有三成半的人 不會再買美國貨品 罷馬美課 行不行 到底 有沒有信心 這班人 還是隨口說 而且 一分錢一分貨 到底 你是真的不想買 還是沒有錢買 還是賤物鬥窮人 因為現在 中國的外貿訂單都減少了 很多人都要失業了 下崗了 買什麼美貨 買不到 還有怎樣定義美國貨品 又很奇怪 美國貨品是說美國製造的貨品 還是美國設計 有份參與研發 甚至乎有專利的都計算美國貨品 不如說蘋果那些手機 這個算是中國製造還是美國製造 它是富士康代工廠 當然 裝陷的工人都是中國人 但是研發的設計是美國的 這個怎麼計算呢 實在有太多類似的例子 我也不知道他們想怎樣 是不是家裡有蘋果手機的全部都扔掉呢 當然不捨得 貼膠花 最多二手放軍出去 哈哈哈哈 最後就說一下 Pill Research Center做的民調 他們針對32個國家進行了調查 主要是看看 到底當地人對於中國的觀感是怎樣 有好感 還是負面印象呢 加拿大的跌幅是最厲害的 加拿大對中國負面印象有六成七人 有好感的只有兩成七 中間相差了差不多接近三倍 而加拿大在上一次做調查的時候 對中國有好感的有四成四 今次跌到兩成七 跌幅有百分之十七 這就是全球最大的跌幅 似乎加拿大人對於中國的印象 以及加拿大領導人對於中國的印象 當中有一些落差 因為加拿大領導人總理杜魯多 對於中國也相當友善 不像加拿大人 對中國的負面印象 那麼嚴峻 到底這32個國家當中 有哪個國家 對於中國的負面印象最強烈 那就是日本 有八成半人都說負面印象 對中國有好感 日本人只有一成四 其實日本的情況跟香港都很類似 為什麼他們的負面印象會那麼高呢 肯定就是跟旅遊業有關 沒錯 旅遊業會為日本的經濟帶來一定的增長 一定的良好的影響 但問題就是 賺錢的始終局限在少數人 但是埋單的就是全體日本的民眾 那當然對於你那群人在那裏 在那裏 那個印象當然是差 對吧 尤其是你看看那些傳統的 日本城市 譬如說京都 哇 整群大媽旅客 一進到京都 小街 窄巷那裡 吵冤巴閉 而且又作出一些不文明的行為 例如徐階吐痰等等 喂 當地那些人怎樣撐 看到別人的藝妓不准拍照 特地走過去拍攝 令人家要樹立簡體字的標語出來 說得明在那個社區當中 是不准拍照的 告訴那些猛兵 你說多麼無面 實際香港人的情況經驗都受不少 對吧 所以日本要發展旅遊業的時候 難免要經歷這些陣痛 那到底哪些國家對中國特別有好感 那個就是俄羅斯 這個就是獨領群雄 有七成一的俄羅斯人對中國感到好感 其次是哪三個國家呢 就是非洲的尼日利亞 中東的黎巴嫩 以及以色列 這些國家就很幸運了 比較少中國的旅客前往成為目的地 否則到你有一天污煙瘴氣的時候 一樣的好感程度會應聲下跌 至於尼日利亞也解釋到 因為有很多華商走去當地投資 實際非洲人對中國的好感都相當高 又喜歡用華為手機 在當地非常普及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